嗨大家好,我是珊姆,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家中种植健康美味的红萝卜 如果你正在考虑在家里种植蔬菜 红萝卜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种植红萝卜之前 首先需要选择一块阳光充足且排水良好的土地 这非常重要,因为土壤状况会直接影响红萝卜的生长和品质 如果土壤排水不良或过于三性 就需要添加有机物或石灰来调节土壤酸碱质 在选择土地之后,就需要确定种植红萝卜的时机 通常最好在春季或秋季种植 这样可以避免夏季高温干旱和对红萝卜的影响 在种植之前,可以先在土壤中添加一些有机肥料 以提供植物所需的营养 另外,如果土壤太紧密 红萝卜容易长成弯曲的形状 因此要注意土壤松软度 接下来,挑选种子 挑选健康的种子 种子的表面应该要颜色鲜亮 这样种植出来的红萝卜才会又辣又甜 接下来就是播种的步骤了 在播种之前,可以先将红萝卜种子浸泡在温水中约24小时 这样可以促进种子的发芽 播种时需要将种子均匀地分布在土壤表面 然后轻轻地撒上一层薄土覆盖 在播种之后,需要定期给红萝卜浇水 以保持土壤湿润 如果土壤过于干燥,红萝卜的生长速度会受到影响 同时,也需要定期除草和松浦 以确保红萝卜能够顺利生长 最后,当红萝卜生长到一定大小时 就可以开始收获了 一般来说,约80天左右就可以收获 收获时需要轻轻地拉起红萝卜 如果感觉到阻力就表示根部还没有完全成熟 需要继续等待 总结一下,种植红萝卜并不难 只需要注意土壤 时机、多种、管理和收获等几个方面 如果你想用自然农法种植胡萝卜 你可以在要种植的胡萝卜周边 种植豆科植物来提供红萝卜养分 或者撒些草木灰当作养分 也可以制作堆肥来提供红萝卜养分 亦或者你可以先种完豆科植物 等豆科植物收成完后 再进行种植红萝卜 也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